在昨天我们有提到全世界最精良的部队 美国海豹部队 但是美国海豹部队却在红异行动当中 斩遭滑铁炉了 12名队员只剩下一名队员身怀 但是美国海豹部队你要成为它的队员 不简单 因为在48周的训练当中 有90%的人会被淘汰 完全正确 我们先来看所谓SILVES 我们这个队灰 大家常常耳熟能详 可是大家常不了解它的代表含义是什么 好 大家仔细看 这个在一百多年前 美国建国不久之后所成立的海军 就已经有这样的队灰 代表陆战队最高的荣誉 这一支老鹰代表的就是美国 这个毛所代表的是什么 叫做美国海军 然后这一把火神枪 时代的这个旧的武器 枪代表我对于美国自由精神的坚定信念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把枪 还是很古老的 很有古味的对不对 好 这支鱼叉呢 就是代表最重要的海豹 队员在海上的各种战斗技能 所以这个鱼叉的图案是非常至高无伤的 这个我们了解了海豹的队灰之后 然后我们就会了解到 昨天我们讲过红毅行动 大家要知道要成为海豹队员 要经过五大关卡 而且非常困难 一关比一关还要难 第一关就是最基本的体能测验 在体能测验测过之后 已经有一半以上人被刷掉了 光个体能测验就已经有一半人被淘汰 一半以上人被淘汰 你能够进得了海豹部队 你已经是在各部队严格争选来的 已经是各部队当中的佼佼者 精英中的精英 可是绝对有超过60%的人会被淘汰掉 丢回原单位 500码的游泳 大约457公尺的游泳 你在12分钟多之内 你要完成2分钟要做42下伏地挺身 2分钟要做50下仰卧起坐 然后6下的拉单杠 然后还有11分钟跑1.5里就是2公里 这是什么最低标准 最高标准要比前面还要严苛 事实上你500码要7到8分钟就完成 2分钟之内要做100个伏地挺身 跟100个仰卧起坐 2分钟啊力哥 我们都做过啊 不要说2分钟 没有办法 我看20分钟也做不来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这只是第一关喔 第一关之后 你通过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开始进行第二关的三大项目训练 这三大项目训练多长你知道吗力哥 你说很严苛就算了 很严酷很累就算了 时间还很长耶 48个礼拜啊 快将近有八九个月的时间耶 这个还不代表还不保证你 所以我先告诉你48周以后已经有10个人里面 这10个人一定是精英了 还是有三个人要被踢出去 不能成为海豹队员 因为这个时候是最严苛的叫做水中爆破训练 这个水中爆破训练又分成三项 还有静态的绳索跳跃训练 你要知道这些自由落体的资格训练 在19周的这些资格训练之中 每一个人都要绷紧神经 坦白讲一句 每天睡觉不会超过五个钟头 你在任何的阶段出差错 你就是回原单位报到 最重要的不是你被踢回去 而是你的面子会挂不住 因为海豹部队的队史上会告诉你 戴力刚 You're out 你出去了 这样子被淘汰了 对 在更严苛的环境里面 平均每天只睡四个钟头 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上 这样的训练过程之后 我们还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游泳训练 在海豹部队里面 是被当作最重要的一个训练 通常我们所理解的应该是 挖室 自由室 或是碟室 对不对 不是 海豹队员不是游这些东西 海豹队员游的类似像狗爬 又不像挖室 它的最高境界是 水面平静无坡 不可以有坡纹 就是画面上 你看 对 大家仔细看 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坡纹 它是挖室吗 它还是自由室呢 它还是狗爬室呢 它是综合体 它的最高要求是 你期待战斗装备的时候 不可以从海面上 可以看出你的坡纹 这就是海豹部队训练的最高境界 所以在这么严苛的训练过程之中 立冈我会告诉你 刚刚我们讲的都很容易 但是到这个阶段 有很多队员 根本就是用意志力在撑 结果你真的撑不下去的时候 你只好举手 举手 举手 代表我就回到我自己的部队 把我的编号的头盔放在中底下 代表我也是光荣退训了 这些仪式都必须要一一完成 好 我们现在来给各位看 海豹总共有十个小队 在这十个小队之 我们昨天有讲到 红毅行动里面的第十小队 被全部歼灭 对不对 它在这里 好 可是第十小队 那画面上怎么只有八个图案呢 对啊 记不记得 不是有十个小队吗 记不记得 居杀宾拉登 第六小队 为什么不在画面上 好 原来第六小队 它直接隶属于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的 特战司令部 它不隶属于美国海军 它直接对CIA负责 也就是它所接到的密令 都经由总统下达 所以不在这上面 它的队徽也是一个秘密 另外第九小队也不在这上面 因为它也附有秘密任务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八个队徽 就是美国海军海豹部队 最精锐的表征 美国的海豹部队 里面十个小队 有两个小队是非常的机密 刚刚华干有提到第六小队 大家还记得吗 在2011年的时候 举杀宾拉登的过程当中 第六小队跟中央情报局合作 而这个行动的代号是 海神之毛行动 这个行动在40分钟的过程当中 将奥杀宾拉登给举杀了 对 立刚最近有一部电影 就在讲这个 《猎杀宾拉登》这个故事 的凌晨密立嘛 结果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呢 连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都直接指控说 欧巴马总统 你是不是让这个制作团队 跟我们秘密档案室去看这个档案 不然怎么演得跟事实完全一模一样 跟真的一样 对啊 电影内容演得一样 表示说整个剧情过程 跟实际状况都一样 所以欧巴马当然否认啊 那制作团队也否认啊 那为了避免影响欧巴马的选举 当时还特别把电影的上演时间延后 你知道就是为了怕避免说 到时候人家拿这个挑欧巴马的毛病 那欧巴马当然现在是顺利连任 可是那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逼真 把整个美国的 就是他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怎么样去 就是紧盯兵拉登到最后 猎杀他的整个过程 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这一开始是怎么样呢 一开始有一个战俘 就是他们那个恐怖分子 被他们抓到 然后他们就是 不断的恐吓他恐吓他 就吓到他最后终于招了 就讲说他可能在某个地方 在巴黎斯坦那个附近 然后他们就在那附近 做卫星调查 然后开始搜索 搜索的时候突然发觉一件事情 就是在巴黎斯坦里头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民居 那个很大的一个 像他把它弄成像一个城堡一样 那比较是看起来像豪宅了 对 而且那个离巴黎斯坦的军事地地不远 然后有这么大一个地方 可是那里的人 从来不跟外界接触 他们里头有很多 有很多女孩子 然后有很多小孩 然后小孩呢 全部自己在里头上课 他们自己请家教在里头上课 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像城堡一样 完全跟外界隔绝 然后还有武装士兵在那边看守 然后当地人 如果你去问当地人 当地人说他是某族的大财主 然后他们因为不愿意让小孩 跟外界接触 所以就单独住在那边这样 然后美国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就派了两个巴黎斯坦人 他们是CIA的雇员 然后就在城堡外面监视 监视了半天 他们针对卫星然后在偷拍 发觉里头有一个人身材特别高 193公分 然后宾拉登就是193公分 身高符合宾拉登的身高了 可是问题是你光这样证据不够 因为脸始终拍不清楚 你知道 那你要知道阿拉伯人 外面装扮大家都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后来想到一个什么办法 你知道吗 他们找了巴黎斯坦当地医生 也是亲媒的 然后假装说要去帮他们里头人 接种疫苗 帮小孩子接种疫苗 结果那些女孩子一听 很高兴啊 都叫小孩子出来接种 你知道他就去抽血 抽血要干什么你知道 回去比对DNA DNA可以比对到宾拉登吗 对 因为宾拉登的亲戚 他妹妹住在美国 所以就直接拿两个DNA 一比对证实那里头住人 就是宾拉登的家族 所以就马上决定了 在5月1号这天攻坚 然后海豹部队那时候 就是出动了6台直升机 然后里头载了79海豹部队人员 然后其中有两台是最新的 逆中版的直升机 对啊 然后就飞过去 飞过去的时候 飞到上空就开始垂降 结果这时候发生一个乌龙的事情 一台突然故障 失控掉到地上 然后另外一台 当然继续垂降 那故障那台还好 它虽然掉到地上 但是人员都安全 然后结果呢 当然宾拉登这边的卫士也发现 就开始 大家开始互相攻击 然后对决 对决很快 美军就火力把屋顶的 这些狙击手先压制掉 压制完之后 就开始冲进去 从一楼冲进去 冲进去的时候 这时候另外一个恐怖分子 也拿枪出来 AK-47突然跟他们 对他们火拼 火拼也把它解决掉 然后这时候要开始爬楼上去 上去的时候呢 这时候宾拉登 22岁的儿子也冲出来 在楼梯间那边跟他打 打到一半 然后也被干掉了 然后这时候都很顺利啊 结果有一个人突然眼前 看到楼梯间有一根 好面熟 那个就是宾拉登 看到宾拉登头探出来再看 然后就马上 就对他开了一枪 就宾拉登一闪闪掉 回头就跑 然后当然他们就从后面追 然后追到房间里头去的时候 这时候一打开房门 发觉宾拉登正在拿枪 然后里头有两个女的 一个女的在那边 哗啦哗啦用阿拉伯语喊说 我宁愿带宾拉登而死 然后另外一个女的也是 就挡开他脚前面 所以他们先去把一个女的 就是说要带宾拉登而死 那个女的 就一枪打他脚步 让他不能动弹 然后另外海报队人随机 去压制那两个女孩子 然后还有一位队员 就直接对了宾拉登的头跟胸 连开两枪打中他 然后你知道 那时候他们代号的 就是宾拉登叫Jeranimo Jeranimo是以前一个 逆安的民族英雄的名字 因为他一直对抗美国人 然后现在他们就赶快去 因为打中嘛 打中然后一去看比对 就说为了上帝跟国家 Jeranimo连喊三次 说我们打死他了 然后欧巴马这时候在战情室 他们是及时监控的 欧巴马马马上收了一口气 那个脸上表情 你看他本来就这样 你一直在看看 就这样 马上那个表情就如释重负 十年来美国最大的敌人 终于被解决了 十年来美国最大的敌人 宾拉登最后死于这 第六小队的枪下面了 第六小队真的是神友 但是你在网路上买东西 你要小心 因为会买到魔镜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